女人 怎么还不回去啊 加班啊 是招生遇到麻烦了吧 没有啊 没有 那我怎么听说帖遥想提前撤离 凡事开头难吧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怎么是做惯了品牌 不适应到处腹地做小的 当商场招商啊 其实你没必要为难自己啊 还是那句话 凑不来的话 你大可以耽人的 丁总 我觉得是您想过的 我觉得我做的挺适应的 更何况凡事总得有点耐心 你这心机的毛病 怎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啊 行吧 那你慢慢来 但只有六个月时间 别到时候陪了夫人用车瓶 好 好 1分钟 谢谢你啊 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晚上不用等我 下访结束了 你干嘛把自己搞得惨戏戏的 我站了两个小时的高铁回来了 董文 你什么时候能让自己传稿戏了 你知道停下来的兔子是什么下场吗 被乌龟超越 被老虎吃掉 然后血浅当场 好了 你肯定没吃晚餐吧 我给你打包了吃的 你慢点吃 憋着了 来 谢谢 来 好 好了 姐姐了 对不起啊 我本来答应今天给你过生日的 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你下次要是在意为什么事情抛弃你男朋友 你可能就没有男朋友了 我保证 下不为例 好了 天也不早了 早点回宿舍休息吧 不要 再抱一会儿 好 再抱一会儿 那 丁总还有什么事吩咐吗 想不出办法赶紧回家 别浪费公司的电子 丁总 有件事恐怕只有您能搬得到 验诚 帮我打听一下 恒天新来的那个招商总 今天晚上会在哪儿 丁总难得找我帮忙 不过话说 你找那老滑头做什么呀 我听说他说话藏三句 不太好打交道 有个招商上面棘手的事 必须得他出面才行 招商 稀奇啊丁丁 你什么时候开始连相去 帮你们家那里自投了 你不是一心想跟人家走吗 你是不是 你到底问不问 问问 马上去 等我一下 我听说恒天新来的招商总 跟您是一起从集团出来的 能不能帮我跟他打个招呼 截住TL在恒天 开店的合同 你既然已经打电过了 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他 而且 我凭什么帮你啊 凭我们虽然关系不好 但是目标是一致的 您不只是帮我 是帮万利 也是帮您自己 您是万利的总经理 星光上任火还没烧起来呢 如果被TL这样浇灭了 将来提出去 咱们万利的脸往那儿跟 可你应该知道 丽雅集团下面的商场 向来是各自为政 你又凭什么觉得 恒天会帮万利呢 因为当初 TL进恒天的合约 是我你的 里面有那么几处 恒天 还是有继续盘盘的余地 其实我就是想让 恒天再帮我融合的 给我多争取一些时间 你让我考虑一下 太好了 丁总 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我可以下班了 你在这车站吗 我没办法 你该要了 你自己也要了 你自己想要来 你自己想要来 我自己想要来 我自己想要来 那再比赛 我自己想要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听丁总的口气 横天的招商总监是答应了 喝了不少酒吧 丁总辛苦了 不辛苦 都是为公司 辛苦你们了 童小达旦 做了一份这么完整的方案 应该很快能派上用场了 老大 你的意思是 提摇有戏啊 此前答应给装补 但是没有收到钱的租户 一共是二十二家 之前闹得最凶的十家 经过沟通和安抚 现在全部答应暂时不关店了 不错呀 滚总一上任就有成绩 你所谓的安抚 在财务上的支出是多少 全部费用五百万 丁总您应该记得吧 这笔钱全部是您许给艾总的 除了这笔钱之外 其他的租户的装补 我一分钱都没答应 嗯 我记得不客气 丁总你说什么 你们招商部不是没有安抚好艾总吗 这不怪你们 毕竟经验不足嘛 是我出面打了原厂 才让我们万力避免出现负面新闻 那我应该谢谢你了 丁总 我都说了不客气了 还有 对于下一步的招商方向 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吗 综合考虑万力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从 这几个方面 你觉得 你觉得你代表的是哪一部分消费群体 是三十五岁的中年人 丁总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 这几个方面的定位出发 这一结论 是来自于十八到五十五岁的 消费群体的征询结果 下面我们看一下 具体书籍的分析 这个款文到底是做了多少 报告和方案 时尚潮流设计趣味 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 又会最感兴趣的几个要素 基于我们万力的体量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大尔全 但是我们可以力争 往小而精的方向去 这还没打仗呢 怎么自己就认输了呢 我的希望是万力可以媲美恒天 恒天有的品牌 万力也要都有 丁总说得有道理 我小的时候也想做超人 也想去拯救灵民百姓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不会飞 我也没有超能力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恒天的可租赁面积有十万方 但是万力只有不到三万方 既然恒天有更多的面积 来容纳品牌和货品 为什么客人还要舍清球员 来我们这里消费 难道我们万力给他们发钱吗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同 拥有不一样的品牌 发售限量版的独家产品 不是与恒天驱统 而是球衣 就让客人们觉得 这个东西 只有在我们万力才能买到的时候 我们才有一线的升级 说说你的计划 三个月之内完成第一轮的招商提挡 说得很有歧视 希望你的落地方案 能匹配你的雄心装置 丁总 其实我们这些中年人做起事来 还是挺努力的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当众对丁总 我听说他这个人不气愁 等一下 谢谢 你不是说那个丁宁挺厉害的吗 在集团 你不是说那个丁宁挺厉害的吗 怎么会在会上被老大噎到话都说不出来 可能一无想一物呗 我听说丁宁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你说他会不会 他配不上我老大 不是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想问他 他会不会是个博身主业 你疯了吧 他只是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你都不知道他一心圆有多好 过去在集团的时候 那是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 听说同事出六个 六个这么厉害 我门卡呢 明明记得放口袋里的 你每次都丢三辣丝 我给你拿 抓着 帮我转行政部 丁总 没有必要这么小气的 请你把手放开 以后让送依拉宝的工人做货题 那么大体积的东西在课题里边 影响重提人的感受 三个月之内完成第一轮招商提档 这是你自己说的 不吃 热量太高了 因为人在受挫之后 要吃点甜的 那自己开心一下 你小子是在万利插了多少面菜棋啊 你这么八卦直接来上班呗你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你在会上 被怼得体无完肤啊 怎么了 忘记带公积力来上班了 什么时候见你对别人这么手下留情过 被讲成这样都不知道还过嘴 我不是吵架狂魔 我见人就对啊 你少来 明明是你联想戏 还不承认 别胡说八道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 你在会上那些发难 跟集团里那些老家伙们的反应 一模一样 你就是在帮他提前做演练 对不对 你想太多了 我就问了我该问你的 他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的嘛 怎么能说服董事会那些人 好专业哦丁总 我好崇拜你哦 你能不这么恶心吗你 附个人点赞 你们看好美的圆尾花 这都是我们营销部的主意 是不是很有创意啊 丁总 我相信这一次的活动 一定能成为咱们利亚集团的标杆 我听说招商部也有参与 哎 他们还好吧 就是给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意见 丁总你看 这么多的网红 过来拍照 为什么选圆尾花 好看啊 就只是好看吗 名字好听啊 数据出来了吗 嗯 那个丁总 整场的日均客流量增加了35% 销售业绩同比增加了27% 环比增加32% 嗯 嗯 还没有回答我 为什么选圆尾花 因为又好看 名字也好听嘛 品牌的配合度也挺高的 哦 那是啊 我们营销部这次花了很多的精力在沟通上面 半年前两年的业绩的确是不景气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们换了新的总经理 现在全员上下斗志满满 您看我们这次圆尾花的活动 日均的客流量上涨35% 不光是业绩好 而且又能够代表万里未来对自己精准的定位 小众而不媚俗 清雅而自由 我们希望吸引的是有品味的客人 能够给大家感受到 到了万里就有悠然自在的感觉 所以张总 非常希望有机会能与归室合作 您好 我是万里新任的总经理丁宁 您好 原来是丁总 刚刚管总对你是赞补借口 是吧 您是哪个品牌的拓展 利比餐饮 原来您就是利比餐饮集团 是的 你们最近那个创意餐厅啊 在网上非常的火 我都定不到位置的 说得是 就是我自己去都开不了后门 上车 跟我说话 对我跟你说话 我赶时间上车 怎么了 你不好意思啊 丁总这么突然约我 是要见什么重要客户吗 想跟你聊一下你的招商落地方案 在车里 我赶着出差 就去机场路上这一个小时 那您不应该提前问一下对方有空吗 已经快到机场了 丁总有什么事要考虑 上午的客户是餐饮租户 有问题吗 有问题 餐饮的租金回报太低 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 不要把过多的功夫 都耽误在生活业态上 既然现在你已经联合了营销部和运营部 提升了商场的客流还有销售 那这样的话 你不妨先试着摸一下 有意向客户的想法是什么 那不是更有效率吗 丁总是在教我做事吗 反正在试用期内你想滚蛋的话呢 我给你满足你 丁总应该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女孩吧 你想说什么呀 主动往前一步的人输 这个道理方知四海皆准 我当然可以现在就去拜访那些品牌 但是会输了气势和先进 往后的商务条件就很难谈了 如果他们跟我狮子大咖口说 要全装补 你能给我平吗 你是想先把餐饮这一块铺排好 提升克制 最后让他们主动来找你对吗 虽然会浪费一点时间 但我觉得一劳永逸 我对自己的要求更高 我不只是把他们招进来完成任务 我希望通过我的招商 让公司盈利 关总啊 我是没追过女孩子 但你应该很了解 都是那些女孩子主动来追我的 丁总 如果有一天您失业了 可能 嗯 连网约车都没自够开 车技太差 这是哪儿啊 机场外的过夜停车场 你把我扔在这儿我怎么回去 你说得对 我连做网约车司机的资格都没有 还有上次你坑了我几千块钱 这次我让你出点儿闲 你不亏的 您好 您是尾号三二四一的用户吗 你是 您的朋友帮您叫了车 姓丁的 对 丁先生 还算有点儿人性 摹 我 你不亏的 好 你不亏的 那么 晚上 你把你行了 喂 请问是广文吗 我是正英派出所 你跟个广同飞打的人 你告诉广同飞 不要再跟我来这一趟了 我是不会相信的 喂 我们真的是派出所 你现在赶紧过来一趟 真不是我惹事 是他们先骗了我的钱 所以我才动得省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我这 我说了不让警察他们给你打电话 他们非要给你打电话 你说他们 你刚才说什么 他们骗了你的钱 你哪有钱 我怎么不知道 管滕飞 是秃子 秃子他们让我套现的信用卡 套了多少 一万 一百 一百万 我错了 对不起 看看你 这么大个人 穿衣服还那么窝囊 走吧跟我回家吧 去哪儿啊 去我那儿 把整个事情 尽管跟我说清楚 想想办法怎么解决 你还站着干嘛呀 再不回去 我们家楼下那馄饨店 叫不了外卖了 走啊 看你 你再搓就搓烂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其实 我是想 这次如果 创演能成功的话 就能给家里 减轻一些负担 然后 以后你别再 给你找麻烦了 可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最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个秃子跟我说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你说这些话 钱能回来吗 那你还生气吗 我能不生气吗 一百万 一年我不吃不喝 我也挣不回来啊 我怎么给你添这个坑 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你去哪儿给我坐下 那东东给我拿 你跟他们签那 一百万的理财协议 还有他们骗你 你套下那个信用卡 还有什么其他的记录 都拿过来给我看 好 马上 大罗 明天上午有事你帮我请假 我吃饭 明天你把你那几个 活蹦狗友一起叫着 到 好 你想干吗 你可别做一些违法的事情